韩信从一个酝酿小兵 一跃成为统帅全军的大将 这种恐怖的升迁速度 让所有人都大吃一惊 纷纷让他滚下高台 没想到韩信当场来了个绩效抽查 最先倒霉的就是人事部长 最近逃兵那么多你咋管的 眼看人事部长哑口无言 韩信立刻将矛头转向最爱炫耀战绩的房块 质问他相承为啥迟迟打不下来 最后还得大王亲自上阵 曹参大脑飞速运转 好不容易憋出几个数字 却没想到这对韩信来说 只是再简单不过的基础常识 庞大的数据把曹参CPU都烧了 也没再蹦出一个字来 但韩信却只需要十个听话的将领 就能轻松统帅百万大决 大家七嘴八舌地跟着反驳 甚至还提出了打败项羽这种苛刻至极的要求 没想到韩信早就做好了迎接挑战的准备 他不但立志打回关中 给项羽一个惊喜 还要带着汉家军实现统一华夏的夙愿 韩信举起王剑 郑重地许下誓言 使料未及的意外 让场面一度十分尴尬 但韩信却没有在意这些细节 而是顺势捡起宝剑指向苍天宣布军中的大势小情 一律自己说了算 我对大王负责 你们对我负责 我若有事 自然有大王处置 但是处置我之前 我一定要处置 不服从我的人 不论他是大王的亲戚 还是亲属 有他在手 我一定能做到 一定能做到 看到韩信出色的表现 刘邦也终于放心把军队全权交给大将军 希望他能帮自己练出一支作战勇猛 纪律严明 战无不胜的强大军队 而就在刘邦畅想未来的时候 他的妻子儿女 以及年迈的父亲 却还在老家吃苦受难呢